几句大陆上 黑色的气息弥漫整个天际 比起当年界外邪族的魔气更强加的恐怖与诡异 散发出不仅可以污染灵力之能 而且还可以让这个小千世界上的生灵被黑气污染之后 意志都会不受控制 犹如被人操控了一般 更为对方的打兽 击杀小千世界的生灵 这就是黑气的可怕之处 此时在这座组合起来的庞大大陆上 三道身影浮现 而这三人就是萧炎 林栋 牧尘 三人看着这座大陆上的漫天黑气 心情都是贬得极为的异样 要不是他们的实力已经踏入主宰境 恐怕就会被这些黑气彻底的影响 这里的黑气很是诡异 比起当年邪族的魔气更加的强大恐怖啊 萧炎感受到这里的一切事物 心中也是一惊 仅仅是这些黑气 竟然有如此污染人心的能力 这黑气应该就是入侵小千世界的那些界外种族 既然已经在小千世界渗透了那么深 林栋紧握手中的雷地权杖 开口大 牧尘的目光凝视着这里的一切 依旧是没有发现任何的生灵 这里虽然没有灵力 可是这些黑气可是极为的浓郁 就算是天至尊来到此处 也会瞬间被这些黑气污染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强大种族势力 可以做到这一步 组合诸多大陆为一体 而且还有如此恐怖的诡异黑气 萧炎看了看四周 开口说的 我们分头行动吧 了解一下小千世界的具体情况 林栋 牧尘二人点点头 便是朝着恶子王所选的不同方向略去 而萧炎灵魂力量散发出去 最终目光对着灵魂力量 所探查的一座大陆上 暴力而去 此时 集聚大陆上的一处区域 在这里的区域上空 诡异的黑气 十分浓郁 已经有不少的至尊强者 都被这黑气所污染 这里有着一场激战 双方人马皆是死的死伤的伤 更重要的是 双方的那些强者 都是来自小千世界的强者 发生这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局面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有一部分强者已经被黑气污染 失去了理智 还有小部分的强者实力强大 暂时还有些意识 还能控制自己的行动 因为 他们这些暂时没有失去意识的 都是天至尊的超级强者 拥有强大无比的灵力 与之黑气抵抗 不过 长久下去 对于这些天至尊还是会无力 哈哈 你们这些小千世界的土著 还是归顺于我们界外天人族吧 此时 一道森然笑声响起 一双紫色的瞳孔盯着这些天至尊 而且 看你们实力已经踏足天至尊 勉强有资格成为我们界外天人族的成员 如果你们实时务的话 我可以留你们一命 这位来自界外天人族的强者 其身上的气息散发而出 可不比这些天至尊弱 甚至更强 呵呵 真是搞笑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界外之族的入侵 我们的小千世界 如今才变得资源匮乏 众多天才以及强者皆是被你们所击杀 唯有 我们这些天至尊才勉强与你们界外天人族抗衡 想要我们投靠你们 那是痴人说吗 听着界外天人族的那位强者话语 小千世界这边的一位天至尊一声冷恨 一脸厌恶的表情看着界外天人族强者 哈哈 那是因为你们这小千世界的土著 实力都太弱了 只有你们这些天至尊可以勉强做我们界外天人族的打手 天至尊之下皆是对我们界外天人族没有多大的用处 牺牲他们也是他们的荣幸 现在小千世界的所有生灵皆是被天主掌控 要不了多久 这个世界将会彻底的沦陷 整个小千世界都会在我们天人族的统治之下被毁灭 到时候就算你们这些天至尊恐怕也要彻底的牺牲 就算是圣品天至尊也是如此 都会成为小千世界的尘埃 这就是我们天主的伟大 现在你们这些天至尊不归顺 更待何时 这一次是我们天人族给你们小千世界这些天至尊最后一个生存的机会了 如果还是不停劝 那就不要怪我们残忍了 听完这位天人族强者所说的话 小千世界的这些天至尊 到了最后 竟然其中有几十位走了出来 对着天人族的强者大 我们愿意归顺 因仅这六个字 让天人族这边的人听了面带笑容 让小千世界的人听了 则是面带极度的阴沉 其中有两位圣品天至尊则是目光闪烁地看着归顺天人族的那些叛徒 你们竟然要背叛归顺天人族吗 那些最后归顺天人族的天至尊也没有回答 因为他们也不想这样 可能是因为在生与死面前 他们选择了生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他们依旧选择生 或许这是人类的本能反应吧 并不能怪他们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实实物 天人族的强者目光满意地看了看这些归顺自己的天至尊 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还没有归顺自己的天至尊 蛮悠悠的的 你们呢 天人族占我小千世界 杀我小千生灵 死等仇恨不光戴天 还想要我们归顺头 吃人说梦 此时 圣品天至尊用肯定的语气说出 就算死也不会归顺天人族 看来人格有志 有些人选择归顺为了生 有些人宁愿战死 也不会苟且地活着 这就是勇者无畏 哈哈哈哈 好 既然你们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 我们也不再给你们机会了 这片大陆就此毁灭吧 你们这些执迷不误的天至尊 早就该死了 话音落下 天人族的这位强者 目光锁定了 前方三位圣品天至尊 而圣品之下的天至尊 则是由被黑气污染之后的小千世界强者 开始再度与那些天至尊开启战斗 大战开始 强大的灵力开始爆发出来 虽然被黑气污染的都是地至尊 但是此时 也有少数的天至尊开始被黑气侵蚀 刚刚归顺与天人族的几十位天至尊 也没有任何办法 在天人族的那位强者命令之下 也爆发出可怕的灵力 对着自己的同胞轰然攻去 你们的实力虽然已经踏足圣品之路 但是我的实力可是比你们更强 文言 这三位圣品天至尊眼神一鸣 他们已经是圣品巅峰的实力 可以说是小千世界的高级巅峰强者 但是 他们同样也认可眼前的天人族强者的恐怖之处 因为就连他们这些 已经踏足圣品之路尽头的巅峰强者 都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怎么 知道我的强大了吗 不过已经迟了 让你们尝尝 抽脱圣品的力量吧 说完 天人族的这位强者 体内瞬间爆发出极为可怕的灵力 而在灵力之中 还有着一股极为特别的力量 这股特别的力量 应该就是主宰之力 看样子这我天人族的强者 已然是一位已经半步踏入主宰境的强者 三位超级巅峰强者 感受到了一股压迫力 惊骇的 没想到 你们天人族竟然有强者达到这种程度了 半步主宰 在我们小千世界 也只有一人达到过 而你竟然能与我们小千世界第一强者相媲美 哈哈 你们这些小千世界的赌注 实力与天赋都太差了 难怪圣品乃是你们小千世界之顶峰的存在 想要超多圣品 天人族的强者目光淡漠地说着 而且 我告诉你们 我们天人族可不止我一位是半步主宰 像我一样身份的实力强者 在我们天人族可是有十位 并且天人族内还有比我们更强身份实力的强者 你们现在明白了吗 一言 三位超级巅峰强者面色直接低沉无比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天人族之中 半步主宰至少十位 不仅如此 还有比半步主宰更强的强大存在 这样的天人族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 比起大千世界的域外邪族底蕴更强 说句实话 小千世界根本无法与他们天人族对抗 天人族已经入侵小千世界数万年 如今 天人族没有对小千世界的异议生灵 赶尽杀绝 肯定是在谋划着什么阴谋 或许这小千世界之中 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得到的也说不定 该死的天人族 我们与你拼了 三人知晓自己所面对的对手有多么的强大 所以直接将自身的实力全部施展而出 黄伯的灵气开始呼啸 三人各自施展出自己强大的斗技功法 太古阶级别的斗技 双方比拼 三名圣品巅峰的超级强者对战一名半步主宰 可想而知 就算是圣品巅峰强者用尽所有底牌 也不是这位半步主宰者的对手 半步主宰者相当于当年萧炎 林栋 牧尘三人联手对抗天邪神的实力 可想而知 半步主宰者究竟是多么的可怕 圣品在半步主宰面前 就是蝼蚁 与此同时 下方被黑气污染的强者眼睛之中充满了血红之色 看样子也是很挣扎 但是依旧是无济于事 因为黑气的控制力实在是太强了 最后的结局 也只能是两败俱伤 甚至可以说是 小千世界输得彻底 轰 一道巨响 三道身影暴退而出 此时他们的身体都是有些微微颤抖 刚刚与半步主宰者的对拼当中 他们三人已经很明白 自己不是眼前这位天人族强者的对手 三人对视以言 无奈地苦笑 他们三人都是小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 实力更是达到了顶峰 圣品巅峰 只不过 他们现在对面的是一位超脱圣品半步主宰境的强者 各位 以命相摸吧 其实三人之中的一位老者身吸了一口气 难难道 而身边的另外两位老者同样吸了一口气 看着他们三人的动作 不远处的天人族强者眼神微动 道 哦 想要自爆吗 话音一落 天人族的强者率先出手 因为圣品巅峰实力的超级强者自爆 拥有极强的破坏力 就算是他半步主宰境的实力 也不敢轻视 并且 有三位圣品巅峰同时自爆 那么其威力 可想而知 所以 天人族的强者不给他们自爆的机会 准备出手直接击杀他们三人 感受到天人族这位强者 爆发出超越圣品的恐怖力量 就算是那位圣品天之尊也感到一股危险 恐怕这一力量下 就算是他们圣品巅峰也无法抵挡 难道真的要更新替换新时代了吗 此时三人感受到极强的压迫感 就连他们的身躯都开始不听实话 S 他封锁住了我们的行动 竟然不能自爆 可恶 三人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 他们都是小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 可如今他们连自爆的资格都没有 这是多么的无奈 圣品之路的尽头 也始终在圣品之内 而圣品之上 又是一片广袤的新天地 他们败在了 实力不够强 世界不够强 他们此时也绝望了 闭上了眼睛 等待死亡的来临 天人族的强者一人之力 击败三名圣品巅峰天之尊的超级强者 能够做到如此 也只有半步踏入主宰境的强者了 呵呵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在我半步主宰者面前 你们圣品天至尊算得了什么 至尊时代已成过去 主宰时代即将到来 此时 这位天人族强者 施展出无比可怕的强大斗技 在其面前凝聚成一张巨大的手掌 直接轰击而下 恐怖的力量 直接是将空间都强行拉开了裂缝 眼看就要击中三人的时候 一道绚丽的火海出现在其三人面前 巨大的手掌 直接被绚丽的火海包裹而下 摧枯拉朽般地被吞噬殆尽 此时 他们三位睁开了眼睛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让得他们心中都是震惊了起来 竟然有人出手救了他们 而且看样子其实力不凡 正品之上 半步不载 没想到你们鸡外种族 竟然在苍穹房上留下兴事 此时 一道有些低沉 但又有着无比霸气的声音 自绚丽的火海之中响彻起来 众人望着声援望去 看见一位身穿黑袍的青年 此人后背之上 有着一把黑色锯齿 英俊受血的精致五官 暴露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那三位圣品巅峰的超级强者 看着黑袍青年 隐隐约约地发现 此人相当地不简单 是一位极为恐怖强大的存在 你是谁 竟然是小苍穹房 此时 天人族的强者 其目光也是紧紧盯着 突然出现的黑袍青年 就算是他也不敢轻视眼前的年轻人 因为 刚刚他所施展的斗技 乃是太古街顶级的斗技 就算对面与自己同等境界的对手 都能够取胜 可是刚刚那绚丽火海的出现 竟然那么轻易地 就将自己的斗技给吞噬 这足以让他非常的重视起来 我当然知晓 因为我在苍穹榜上 留下了完整的姓名 听着黑袍青年所说的话 天人族的强者眼神一宁 其他三位圣品巅峰强者 都是无比的震惊 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苍穹榜上 留下完整的姓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整个世界的主宰 拥有世界之力的主宰者 如此一说 难道这位黑袍青年真的是 苍穹榜上留下完整姓名的主宰者吗 哈哈哈哈 有趣 吹牛都吹上天时吧 小仙世界里 根本就没有一个 踏入真正的主宰境 最多也只是半步主宰境 而你刚刚说 自己在苍穹榜上 留下完整的姓名 简直是吃人说梦 天人族的强者 不相信黑袍青年所说 此时 黑袍青年一步一步地 缓慢走出绚丽的火海 眼眸扫湿着四周 然后再度看向天人族的强者 然后不再说话 一股炙热的温度开始上升 绚丽的火焰燃烧天地之间 强大的火焰 可以焚尽天地万物一般 就算是半步主宰者 恐怕都会被焚烧殆尽 这一幕 直接震惊了众人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下方诸多天人族的人 皆是暴体而亡 只留下这位半步主宰境 实力的强者 黑袍身影悬浮天际 终于嘴角移动 道 你们就是来自世界之外的种族史吧 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